又來到2024年 歐國杯24對巡禮 先講一下主持陣容 Patrick 和大臣 正如今次這個巡禮 跟之前世界杯一樣 是每度一集的 今次玩得更盡 是每組斬開一半 還要每度一集 你要儲齊一組的話 就兩邊subscribe一齊看了 其實最原組的時候是每集兩隊的 是世界杯才知道 試試一組四隊一集 不夠時間 現在夠時間 是啊 現在夠時間就詳盡一點 我們今次的時間控制得很好 全部每一集都是一個小時以內 大家都是半個小時一隊 半個小時一隊 夠了之餘 又不會厚恥薄屁 不會英格蘭 又講45分鐘 你聽說剛才阿爾班尼亞都這麼久 說西班牙多久 阿爾班尼亞的分鐘更久 可能更久 上集就Patrick 講了B組兩隊 還有西班牙 還有阿爾巴尼亞 B組只剩下兩隊 這兩隊應該多人認識一點 上集就說 阿爾班尼亞真是肥佬麗 銀河濟堤 還有埔尼亞摩 這次這兩隊應該大家 起碼要取出球星的名字 一隊前世界杯冠軍 還有上屆歐國杯冠軍 一隊近兩屆世界杯都入到四強 一屆亞軍 一屆貴軍 沒理由不認識吧 你說你波零線的怎麼都認識 真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不如說了一隊 世界杯更多的那隊 近兩隊世界杯更多的那隊 近的沒錯 這一隊是格仔軍團 就是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歷史上 世界杯入到四強 其實不止兩次 其實他們當竹種成立之後 已經是第一次打世界杯 殺到進去就是四強 更加拿到貴軍 贏哪一隊啊 貴軍戰 贏了荷蘭 貴軍戰當時就贏了荷蘭 不過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應該這麼說 世界杯之前的兩年 剛才他們加入了FIVA之後 踢歐國冠亞歷史上就已經出線了 去了96年歐國冠亞歷史上州 還要入到八強 就謹敗於德國 但那時候已經平地一聲 大家覺得 克羅地亞這麼好球 因為是前南斯拉夫 說了一點黑羅地亞 就是因為前南斯拉夫 大家可能有些 老貴球的東西 大家跟我們一樣看球 看那麼久的話 即是一段日子 不敢說很久 接著就會覺得 南斯拉夫以前很好球 史勒高域那些 但其實因為有一堆 是從黑羅地亞出來的 哦 現在 波班 波石 蘇加 阿辛勞域 那些 阿辛利基 那些 對 現在回到黑羅地亞 沒錯 就是南斯拉夫 你們自己為盧蔡依偉 我自己這邊 格勢軍又這邊 我黑山你們自己說 格勢軍第一次踢世界杯 是入到四強 更加拿到貴軍 大家比較熟悉的 剛才提過的一堆球星 接下來 其實黑羅地亞 都是穿著一堆實力的分子 大賽常客 沒錯 去到說近兩屆的世界杯 一百世界杯 就是拿到亞軍 嘩 真是令人驚喜 絕對是 爆爛 即是入到決賽是爆爛的 所以那時候 大家 我還記得 在六年前的時候 對法國之前 大家就在說 哇黑羅地亞 原來曾經是戰亂的國家 對 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有摩迪 原來 這麼小時候 又沒有失所 對 跟著阿爺生活 爸爸又不在 又怎樣 去到哪裏 打到哪裏 又要走爛去哪裏 那些 就像可以在停車場 踢球 哇 你都記得了 好厲害 然後一會兒又說 不知道誰 小小的走爛 就去到另一個國家 那裏成長 但大概都覺得 不行 我要回到黑羅地亞 那些 對 上下世界杯 都是入到四強 最後在貴軍戰的時候 這個四強 都被阿金廷 大家都記得 面罩佬 嘉維道 被阿美斯 一樣 這就成為嘉維道 整屆賽事的唯一污點 也是最出名的 最後在貴軍戰 就贏了 這個就是 摩洛哥 當時還記得 奧錫 遠處 挺漂亮的 不過後來 奧錫 踢完那場 之後 跟著足球生涯 應該到現在為止 都踢不夠十場 不過 未來都應該沒有他份 講回黑羅地亞 其實 由以往講的 波班蘇加年代 到現在 摩迪高華錫 保守衛年代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好地面組織 技術很好 技術極好 我經常都說 其實黑羅地亞 即是 過往幾屆 即是幾屆世界盃 那些 我可能覺得他們 實力不算是頂級 那些 一定 可能不夠全面 有些位置不夠 但是 我敢說 以中場控球技術 含量來說 一定不是第一 還是第二 一定是 大家會覺得 有沒有這麼誇張 你看回摩迪 波蘇維 波蘇維 高華錫 這些 本身個人其實是很好的 沒錯 真的 他們三個拆散之後 在各自的球會 制遇可能各有不同 但一合起來 一合起來 三兄弟 有火花 絕對是 中場猜球最好的 真的 所以 由頭到尾 黑羅地亞 那個筋 都是地面組織 技術 相當之好的 譬如 上屆的歐國盃 我們上一集有提到 十六強 被西班牙淘汰 加士 加士 五比三淘汰 但是 就多了一件事 大家看黑羅地亞的時候 有了那種熱血 因為一度落後 一比三 就換了那些 柏沙力 奧石 柏高尉 那些大舊佬 就不斷衝衝衝衝 最後衝兩球回來 那些都是二線兵 打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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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是二線兵 只是靠這群二線兵 追他下一球 追他下一球 但是 又要這樣說 雖然 歐國盃當時 最終都是十六強出局 但是 糟糕了 講了幾年 一百世界盃 也是這三個 二二世界盃 歐國盃也是靠他們 那究竟 為什麼黑羅地亞 那些球員 出來出去都是這幾個 首先 當然一定要說 摩迪是真的很好 亦都保養得相當之好 就算你說今季 在黃甲馬德里 他也有不少的出場機會 雖然 他將會在季尾 就會懸弱走 是他自己說走的 因為他覺得 黃甲馬給不夠正選 對 他非黃甲 現在是 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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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黃甲 很狼狽地不跟你續約的時間 你不想做第二個卡斯拿斯 一個開始社會 你自己一個 我呀 好像斯朗一樣 是我呀 跟你分手 不是你不要我 我不管 我現在還是有人要的 絕對有 我相信 一定有 摩迪 雖然現在已經38場 只是西亞那班都多人要 還有他肯定還能夠 一定可以 就算他去沙特的話 都還可以保持到水準 不是一個人可以的 大哥 你在尼瑪去到之後 像到 雖然他聲稱說不是 傷了 他說傷了 有眼看的 尼瑪 摩迪仍然都很有戰意 首先 因為他們的黃馬球員 真的還是很好 第二 因為他們的球員 要去外賺吃 都不太容易 首先 一來 因為 克羅地亞 那些球員 打到他當打的年紀 都還留在國內的聯賽 所以很難出去外賺吃 還有克羅地亞的球員 很難參加歐聯賽事 你所說的那種難出去外賺吃 就不是以前的鐵幕國家 蘇聯那些 不是政治原因 而是因為 球探網絡對於他們來說 去到他們那些 就 可能球探網絡會覺得 這些 我來到之後 可能又要學過新的語言 不過去歐洲大陸那些 Central Europe那些 更容易 正如或者第二 可能 克羅地亞 其實有些球會 在國內 給的薪金 都不差 特別是 薩格勒布大藍王 這一隊 是啊 所以那些球員 就不太輕易出去賺吃 還有 其實在對上的十年來講 未去到一百世界盃 拿到貴軍 亞軍之前 其實克羅地亞的足種 都有點混亂 曾經有一些被拉下馬 要換人 事件出現過 所以 國內的聯賽 的水平和進程 和進步的進程 都不太快 莫迪都已經是 其實在國內 都是逆政逆邪的人 是啊 很壞參半 因為他有隊過前主席 不是 但是他後來 不是 他隊完之後出來 但是問題就是 他維護他 是啊 就上庭的時候 就說 想吃完兩邊茶禮 我不記得了 很多事情都不記得 所以 克羅地亞國民就覺得 喂 那是怎樣 你是不是真的想什麼 才怕得罪他 還是怎樣 你現在做懦夫 所以 都有點亂亂的 這個當然 影響了聯賽的 進程 水平 和正常的發展 所以 克羅地亞球員 要出外賺吃 都不太容易 不過 近年 已經改善了 開始有些球員 都會去歐洲聯賽 即使不是四大 也好 何甲都有 甚至 可能衣甲都有 尼甲希臘 那些 但是 很難在最上級的水平 剧皮真是就很好 但是 起碼多了歐洲賽的機會 沒錯 慢慢展現出來給人們看 有些 包括土招都有 克羅地亞近年的球員 雖然開始 有些外流 不過 也偏向慢 如果以他們的水平 是拿到整兩屆世界球 入到四強 那這個就是 因為黑羅地亞近年發展的新球員 為何還未取代舊那群 或是為何還未有太多新球員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講一下黑羅地亞 在外衛賽的時候 外衛賽是D組的次名出線 不過D組的次名出線之前 其實他們是一度有過危機 可能不能夠用頭兩名直接出線 因為他曾經連續輸過給威爾斯 以及輸過給榜首的土耳其 一度被威爾斯威脅著 一度跌了下去 三位 不過最後就連贏兩隊 藥女阿美利亞 連贏了之後 最終就確立了第二位的直接出線資格 把威爾斯踢到第三位 結果威爾斯就在附加賽方面 射12萬射輸給波蘭 所以黑羅地亞出線也有少少驚險 說服力就不是很久 不過黑羅地亞近年大賽的成績證明了給你看 就算外圍賽會跌跌撞撞 但是進去決賽的州 總會有一定的實力 就是給大家看 對 正如說那種韌力 還有那種韌力 你是想不到的 沒錯 這隊球是很神奇的鬥志 加上現在其實他們的教練還是達力 達力 這麼久了 沒錯 達力就應該是17年開始上任 還在189杯之前 你還沒計達力 達力之外 看回教練團 大家會覺得教練團還有聲味 我先說三個助教 奧力 哥勞卡 有三個名字 文素基茨 文迪蘇傑 還有萬朱沙奇 三個什麼人都有 三大射手 又有中風 逆風 中堅 好 接著 他叫做守門員教練 有一個叫做梅米石 這個就是之前九百世界杯 那時候的後備籠 還有一個 正選籠 蘇八石 哦 即是用了前球員 帶了經驗進去教練團 甚至做數據分析的那些 拿迪 正正就是九百世界杯 拿了貴軍的正選籠盤 哦 還未算 還有是什麼 還有是什麼 就是負責做一個球探的人 就是什麼呢 這個茶巾 就是九六歐國杯 踢過的中堅 然後就是九六歐國杯 之後去了森林 一年的就是 然後就是這個 胡高職域 這個也是曾經是靈異世界杯 好像沒記錯 還有一個技術 還有誰 帕迪高沙 你看到一群民宿 基本上是名宿 是啊 全部都是 所以他們可以上下一心 就是因為 不給名宿 先給名宿 大家都和故事出分 那些名宿一出聲 有些可能就是 小小看一隻球 想不到連 Data Analysis 都要找個 踢個球 要吃公分 不是按計數機 做Excel 原來是 原來是 所以連背部隊員 都是充滿著 球員的味道 和褲子出身 加上 達力也這麼有經驗 所以剛才說過幾次 拿到一些不錯的成績 全部都是達力帶隊的 非常熟悉對方的表現 場處踢法 也捍衛到 他們需要的中場地面組織 所以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馬上看看 克羅地亞的 預計正選陣容 好 克羅地亞的 預計正選陣容 應該是達力 打回4-3-3陣式 守門員方面 就是終於出到一個效力了 利華高榮 終於不用再克羅地亞在裡面踢了 好久了 在薩格拉布達人們已經很久了 已經都二十到問了 二十九歲了 終於可以 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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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超現在正在做 在踢法輪巴志 做泰迪的隊友 泰迪剛剛 這個禮拜 弄了一個半場粒 很漂亮的 但菲林巴志剛剛說 要威脅我要退出土招 對 這個主席就去打個球證 突厥民族大家都明白 不是說什麼 喂 有什麼來我作特拉布中 被人打球員 你現在罰我回頭 就是 這些特決民族 前面我們說 土耳其真的很多 對 你要明白 特決民族 本身都有很多小的民族 對 總之都是一些 好煩 好用鬥狠的民族 對 但不要亂了 利華高榮 終於出了一個 正選門將 正選門將 指定後防 右邊就是 李華古順 今年 嘩 大佬這麼fit 這個是把人借上來 這個是把人借上來 這是把人借上來 你把人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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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憐 史坦利錫 史坦利錫 史坦利錫可以打中堅 可以打右手 在利華古順 他通常都是出任三中堅 右中堅 右中堅 對 因為如果逆位 他們一定不適合 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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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逆位 後備有泰拿 全部都是打逆的 侵略性高 所以史坦利錫 國家隊正選右閘 應該是他的 至於中堅 當然是 面罩魯家圍道 面罩魯家圍道 回到國家隊 因為現在沒有老夫蘭 剩下老爺為達 應該是在踢AEK雅典 沒錯 應該是後備 不會再用AVIDA AVIDA 小時候已經打不出了 對 已經是個老將 雖然還有那條邊 沒錯 那頭是瘦法 不過我猜 正選中堅 一定是面罩魯家圍道 晚勝打左閘 但你看到他也不是很助攻 本身是中堅底 所以剛剛射到世界波 對 對 還要用山蟲右腳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那場很多漂亮的球 都說金球放題 我看著華為迪特射摩尼 哇 像箭一樣 其實那球更難射 按得很漂亮 按得很好 按得很好 對 很漂亮 不過在這堆球中 變得普通了 對 不過 加圍道 應該回來的國家隊 也是中堅 至於另外的兩名後防球員 真的很不幸地 全部都是沉淪 亞積士雙子 中堅 中堅 蘇達露 亞積士 怎樣沉淪都不放棄他 怎樣都要用蘇達露 年輕的中堅 已經24歲了 但是他本身也很有潛質 長傳了很久 是一些很有潛質的年輕球員 亞積士 我想整隊球都在黑氣前身 也不僅是蘇達露的問題 亞積士的問題 之前我也在外面講過 其實已經是一個深層次問題 在管理層那裡流下來 沒錯 所以就有興趣去找回Patrick 講亞積士的影片 弟弟我也寫過一個專欄 是亞積士 大家有興趣去找回 但是蘇達露 我相信國家隊應該都是正選的 至於左閘方面 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巴利錫 但是我相信這一屆 應該會用一個年輕一點 就是邦拿蘇莎 巴利錫就是格樓那個 沒錯 格樓流浪 之前我們看過 他在歐國盃都是正選 歐國盃 他曾經是世界盃 總之巴利錫都有 世界盃是邦拿蘇莎 對 總之一屆他曾經打過 但始終是格樓流浪 球會級數都一般 邦拿蘇莎 即是歐洲賽匹 邦拿蘇莎 應該是邦拿蘇莎 應該是比較好 所以應該是尼華古順 尼華古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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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中堅有你的愛上卡列達卡 我打算不提他 其實他選進去才會像蝕 蘇達魯傷了 我也不知道選維特 還是選他進去蝕 中堅還有一個邦加石 邦加石 邦加石 不過卡列達卡 不用了 如果真的要說 又頓 又不會弄球 又跑得慢 你只是說 李昂有什麼成績 李昂不知什麼把炮 不斷下半季 不斷在這裡撿 那裡撿 雷欣又放過馬迪給他 撿完之後 現在呼吸成功 但是李昂要互吸你已經死了 其實已經死了 好了 放先仔大概是這樣 至於三名中場 不用說 很不幸地 也是這三個 你又沒有很不幸 其實球迷來說 看他們的技術含量這麼高 看得一場都一場 對 大家都很熟悉 雖然 保數位已經去了斯朗朋友隊 但是 在國家島的賽事 他仍是正選的 不要緊 那些人可能會說 哇 會再慢一點 那保數位一向都不是快 撞地炮 是啊 保數位在國家隊 可能會被下坡走下位 會的 因為摩迪會指他們走 是啊 有大哥在這裡 就不敢爛了 是啊 摩迪不需要多介紹 剛才都說過大部份 技術好 領導力強 軟石 什麼都有 所以狀態基本上 沒有一點跌 雖然出場不是很多 但是 看到在和馬都 還可以做到一個發電機的功能 至於高華碩 反而他就要擔心一點點 在曼城 他來到曼城 真的沒有什麼變才好球 是啊 真的沒有什麼變才好球 你覺得格格不入嗎 但是你計算的數不會 打TK Taka 適合他 明明那些技術流 對 應該適合他 但是看上去沒有一場 是不合就不合 這麼有趣 夾迪布尼夾斯華 應該不會差 真的不夾就不夾 那裡才會死 還是因為 其實哥迪奧拉 覺得太在意 用他來做根宿的位置 他很明顯不是 那就糟了 他也不是太多入禁區 他也不是那種 所以他的表現 希望回到國家隊 就有回以往的火花 不過國家隊他也OK的 希望有回到火花 即是比較熟悉的人 他就可能危險一點點 好啦 如果他不行的話 就有另外一些球員 例如是德甲的尾茶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我們上屆做巡 好像貼過他是前側身星 是啊 已經26歲了 那就對了 三年前23歲 現在26歲 他去了德甲尾石 都是技術型比較尚的中場球員 有陣子會 他上去打個魏中鋒的國家隊 但多數都是打中場的位置 不過都應該是高華石先走 高華石先走 即是有什麼事就他 沒錯 好啦 跟著前面那三個 前面那三個 現在是這樣的 左翼 放回柏查卡 這個曾經是踢過 現在 是祖雲達斯的 但是在祖雲達斯做人球 現在回到這個 國內的聯賽 哈羅地亞的聯賽 其實年紀不大 28歲 很靈活 很柳德的球員 都算是一個快馬來的 左翼 我就選擇這個柏查卡 尤其是加上奧錫 應該是踢不到的 去了土超都不能出場 或者傷了 好啦 接著剩下右翼的位置 右翼 我看 國家隊有時候會放大舊佬 的柏高域 和卡拉瑪力 我覺得正選應該是卡拉瑪力 打過右翼的位置 這個可分咸的射手 打翼也可以 但始終他最強是入球 至於中鋒方面 就是大舊佬柏高域 還在國內聯賽效力 利用他的身材 在中鋒賺食 但是看那些 三頁的賽事 他對埃及那場贏 4比2 他真的是一個右翼 到正賽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 這個大舊佬柏高域 打右翼 反而就是卡拉瑪力 打過右翼 可能是卡拉瑪力 插鼓那種 你剛才不是說 教練團裏面 有一個 文蘇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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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主等中鋒大隊去打一翼 我懷疑就是他 訓練他 特地國家隊 你知不知道是這樣打 你欺負別人的閘 你一定頂贏第一點 你說高域不會用球 拍高域還要穿17號 是啊 陰點啊 新聞數機指 避陰點啊 所以留意一下 這個拍高域是大舊佬 不過可能打翼 因為我看他真的右邊出球 真的有點奇怪 大概正算應該攻擊線 我以為你左翼會玩華碩 華碩我看過他拖連奴 現在走去打一個中場 就是攻擊中場的位置 反而有時候 高華碩 甚至摩迪 要頭要輪換的話 真的可能會去華碩 他現在這樣 他那三個中場 剛才說美茶 有華碩 還有伊雲奴錫 伊雲奴錫 這個就是菲燕樂 但菲燕樂不是正選 不過也有不少出場機 又是在瑟加勒布大陸國內 已經很久了 所以剛才說 那些球員 是開始出四大聯賽 穩食 不過不是最頂級的那些 何甲就是菲燕樂 伊雲奴錫 這樣 這個就沒辦法了 始終 都 出來的 有出都好過不出 雖然出得比較慢一點 沒有就沒有 但仍然需要繼續 不過其實 如果前鋒 有一個 其實都可以想想 就是這個 布迪美雅 奧莎辛 今季表現都不差 入球能 在西甲都入了不少 沒錯 布迪美雅應該就會 在落後的時候 就是變身其子 這個就是高挑 但頂頭槌 都很有成功率的 一個中鋒 在黑羅地亞打了很久的後備 還有 大家熟悉一點的 輪換的就是帕沙利 帕沙利 帕沙利 打中場又可以 打右翼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他在中場 不知道在哪裡放過位 那些後想進攻 很厲害的 沒錯 一個很勤力走動的球員 可以打中場又可以打右翼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正選慎容 最後就講講黑羅地亞 黑羅地亞通常在外圍賽 雖然會很卡卡卡 但是進入正賽 又是另一種 真的不需要為他們擔心 出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今屆 我覺得他們應該跟上級都差不多 應該去到16強都止步 你覺得他們對西班牙和意大利 如果他們對西班牙和意大利 第一場對西班牙 第一場對西班牙 我覺得西班牙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黑羅地亞本身是一隊慢熱的球隊 對 如果大家都地面組織的話 西班牙的球員級數 整體上好像吃著他們一樣 對阿爾巴尼應該可以 第三場對意大利 所以我們就看當時出線形勢 如果已經這麼幸運 夠分的話 就可能會給老人休息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硬陷意大利 其實我覺得意大利也不是吃飯 現在的意大利當然不是吃飯 以前的意大利可能會 文仙尼那隊都可能有一群 但現在的真的太多變數了 但黑羅地亞入到大賽是穩定的 雖極他有中場的三隻東西 拿著波勇 只猜到你暈 對 他那種猜不是西班牙那種安力機 那種沒有意義的猜 這三個人不斷打 那三個人是向前的 那三個人是很流動很浮動 就是一頓的 對 猜猜一下 為何會去右邊 他們三人都是足球的智慧 這種猜才最可怕的 安力機機也是向後傳的 所以我覺得他對意大利未必 可以這麼輕易可以頂到黑羅地亞 對到緊張的關頭 摩迪生在哪一腳 弄了他軟射 英雄的球 成功救駕 對呀 對 意大利 等待我聽聽說有沒有一些經驗的球星 但你覺得就算收到錢應該是16強 應該是16強 我覺得他們最主要的問題是 後備的兵員的級數真的不是很足夠 尤其是死亡之組 駁完這三場之後 你之後不知道狀態剩下多少 這個都可能是考慮了數 我想16強最盡是8強的 好像之前不斷加時 世界杯的時候太誇張了 那些太誇張了 現在更老了 又老了幾年 我覺得哈利亞就16強至8強 預測就是這樣 接著到意大利 意大利做這個攻防是比較難的 但大家可能會覺得沒有理由 意大利很熟悉 但意大利有很多變數 最慘的是 他們似乎在史巴列提都沒有找到一套穩定的陣容 首先因為史巴列提上任的年 都是去年的9月 去年的9月 大概是23年9月 其實是半年多些 而且他上任不是真的部署了很久 或者不是準備了很久 不是的 整個外圍賽有八場 其實史巴列提上任後已經踢了兩場 已經踢了 所以你說意大利有沒有太多時間 給史巴列提真的慢慢去摸索 其實不是太多機會 講到意大利 上屆的冠軍 上屆大家看得如痴如醉 英格蘭 當然 意大利拿冠軍 當然要多謝 當然是守福記 專門換SAKA出來是12馬 不是不是他不會換SAKA SAKA正選 會不會是福哥 新組 對呀 他們換他們出來是12馬 對呀 最重要是 人家8-2分鐘 118分鐘才換 他們是119分鐘才換 雲高爾也是差不多 我給了2分鐘他們熱身 但人家雲高爾會換路 哈哈哈哈 玩不玩再玩這些 守福記很厲害 真的呀 2分多鐘入球 蘇爾入球 然後打算做10分鐘 我手足87分鐘 哈哈哈哈 用盈去水位拆球 誰知道給意大利 意大利說 我三球入不了 死球入到的 哈哈哈 角球這樣搞定 所以黃一比一之後 之後的官士大家知道 意大利就拿到歐國冠軍 大家想著 文仙尼真的可以帶到意大利上高峰 重返勁女的本色 韓烈 怎樣 文仙尼這個人 他的行為和樣子都是相反的 哈哈 文仙尼貌似鄭伊健 文浩男 全意大利都是一個浩男 就是我 文浩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你想著他 可以了嗎 怎樣 為什麼不見他們在卡塔爾 哈哈哈哈 因為 因為有北馬其頓 抓人 哈哈哈哈 北馬其頓 啊 北馬其頓 一個軟石 KO了意大利 哈哈哈 但是他們外圍賽者 出不了 就是要去打富家賽 為什麼外圍賽者出不了 啊 誰射手上馬 你嚇左仔啊 你不提我 還要兩場都是 主客兩場都射手 對瑞士 啊 是呀 彎真的很好記性 哈哈哈哈 那麼就好了 那麼意大利就是 差一點點要 大家還在開頭 那時候 富家賽收拾 千萬不要 怎麼真的抽中了 哦 真的如果入了決賽 要對葡萄牙 兩隊子倆每一隊 嘩哦 哈哈 結果意大利對葡萄牙 是沒有發生過的 因為 連北馬都過不了 哈哈 連續兩階 連續兩階 都連續世界盃 連續兩階 千萬想著一百世界盃 入不了 已經是歧視大獄 對於意大利足球來說 以為民先來上任之後 其實也沒有太大期望 歐國盃也想著 慢慢試陣 或者逐漸打起 長遠來說 也是二二年世界盃 二二年世界盃也沒有立即要增標寒烈 至少進入一支強隊 但是 一個歐國盃 被他拿了冠軍 立即很多國民覺得 意大利足球 復兵有望 有望 怎知道 很快就打回原形 重返現實 真是慘 有一次 我和Viu仔討論 現在年輕人不覺得 意大利是強隊 原來 世界盃 再之前兩屆 是分組賽出局 是啊 然後兩次打不到世界盃 所以現在的人 不知道意大利是很厲害的 很多人看球 正正正就是 10年世界盃打後開始看球 是啊 不知道意大利 是 曾經馬電利的強力 數得出 你都覺得很老 是啊 甚至乎有時候 有些人 我看網上有些 有時候不是經常爭論 一些很無謂的事情 美斯好球 甚至馬勒當拿 好球 然後有些人 有些人說 當然是馬勒當拿 怎樣怎樣 但是拿坡 有些小朋友馬上說 意甲冠軍有多難啊 哈哈哈哈 但是他們不知道意甲以前是有小型世界盃主稱的 是啊 我們很老 沒錯 小型世界盃 意甲七紅 曾經何時都有七支球隊 比現在的B6厲害 以前的意甲冠軍是不入籠的 都三十年前 真的真的 所以真的沒辦法 你意大利自己是不贊 為什麼意大利球台會這樣呢 其實之前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回體 當意大利連續兩屆都入籠世界盃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清分有問題 做了 你現在頑固意甲 本身意甲水準都已經是不斷下滑的 頑固意甲 最簡單 頭的八位 我不說頭的 B6 七紅 頭八位 真正可以站穩陣具 在正宣陣容內 有多少個本土球員 哎呀慘了 其實到現在也是 意大利那一篇 譬如U21的教練 曾經在進入了世界盃之後 講過一個問題 其實很值得深思 聽得出去的那種唏噓和擔心 就是 以前 照青年軍入隊的時間 U21的時間 可以在意甲球隊 起碼他們不是正選 起碼都有後備上陣機會 即是可以做一些邊緣人 正選後備之間 他現在正在前鋒的位置 他要去到二月那裏找 哎呀 他再去科斯島 再過十年 還是這樣的話 要去第三四級聯賽那裏找 哎呀 因為真的找太多外援 沒有本土沒有球員 沒有好人才出 對啦 因為那個興奮是斷了層的 這個真的就是 意大利的足球就是這樣 首先 意大利剛才我們所說的小型小杯 就是 在哪個位置 如何突然之間 由 那麼高峰就掉下來呢 我們以前在意大利足球 例如 A.C.米蘭 國際米蘭 哪個七紅 A.C.米蘭雙紅 A.C.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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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計算其實所謂七紅 其實還有 還有旁邊的拖連盧 都沒有拿玻璃 沒有拿玻璃 拿玻璃 那一期是剛剛當地的 那時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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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雖然他們不是說 真的前列球隊 但是可以亂局 出的球員 都是有回合 全都是 飛機仔蒙迪娜 也是那時候都出來的 好啦 大家會覺得 這些也是歐洲賽入面 是永遠的常客 甚至乎 永遠四強 怎麼也有支 意甲球隊 所謂的歐洲賽 不是歐聯 歐聯 以前的忠義盃 現在是歐巴 歐洲杯賽 半分杯 三大杯賽 一定有支 意甲球隊四強 通常就是至少 但是 從何時開始 千禧年代初 意大利經濟 是全球經濟體系的問題 意大利經濟開始爆煲 以前揮霍過度 甚至乎 贊助商的生意問題 一些貪污的醜聞 做數等等 全部爆了出來 令到很多球會 因為意大利那種 譬如德甲說五十加一 英超有很多富豪 入資 意大利不是好 意大利很著重於 屬於屬於公司的集財團 而他們十分以為單一財團 若然沒有公司 低落的話 就是那句 即是等於 我們某大國 亞洲某大國 有一個集團 X式或伏X 那狼隊就是他們的 單主 財金主 為何就是 今年狼隊 季前的組軍 不斷賣入的人 不斷賣入的人 因為財團沒有錢 當你沒有錢 沒有公司沒有錢 要放棄的 就是這些 老實說 對他們來說是娛樂 甚至是 興趣班 沒有理由為了你而去 再去注資下去 其實這個 可以在很多不同的角度上看到 為何會這樣 即是突然間 經濟一想 他們這麼多 財團 再加上他們那種單一財團 是家族性 這就是重點 家族性 老爸傳兒子 兒子傳再傳給孫子 沒錯 看教父就知道 還有 你講開這件事 我以前做的那間 叫班尼頓車隊的武公司 他們有錢賣衣服賣到錢 然後就整個車隊 叫班尼頓車隊 當後來沒有那麼多錢 或者不亂動的時候 接了你的車隊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是興趣 而已 所以為何你剛才說的 耳甲球會這麼單一財團 因為他們全都是家族生意 對呀 經濟一不行的時候 當然是先保住主體 先放不下水 或者就算是 這一兩年都要先投資地產 你要記住 球隊永遠不是他們的主體生意 可能就是 阿爺的興趣 一直留下來 給老爸留給兒子 然後兒子留給孫子 所以如果主體 那間大屋 快沒時間 當然要先保住這間屋 還要保住球隊嗎 那這個真的沒辦法 沒有多少個莫拉提 這個收入就是這個 第二 那門票收入呢 不要忘記 意大利 除了祖雲達斯之外 所有球場都是市政府的 你是要給租 要租出去的 所以門票 不是只是你球會代替 沒錯 現在就多幾間 烏迪尼斯等等 大部分的意甲球會 都是由市政府擁有的 是的 所以說 為什麼說意甲一來 為什麼也都 和人家第三 就是轉播 轉播 為什麼越來越窄 轉播費 因為你不覺得 意甲是近年更好一點 之前看過 和英超比 那個畫面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一來 他們的技術租租租 二來 本身球場的殘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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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多銀燈 怎麼射到後場那麼光 感覺被人覺得 嘩 不是這樣很難 以前看兩個電視台 為什麼這個台比較猛 對 所以 其實很多不同方面的意甲水平 是真的場外或是場內的東西去下滑 你沒有錢的話就要撒賣球員 那時候伊巴和泰高斯華都是這樣賣掉 是的 如果千禧年代初 還沒有伊巴和泰高斯華的話 第一支倒的那支 叫法蘭天娜 需要破產 破產也要散斑 不是說跌下去那麼簡單 是要散斑 是由第四級聯賽開始打上來 要若干年後 去到破產後 才可以買回以前的名字 就是升班利用回來 就是要去到這樣 然後 還有柏爾瑪那些 還有拉素 拉素 在90年代那時候是很厲害的 由基斯普 華朗尼維特 薩拉斯 薩拉斯 尼斯達 這些 米克洛維 所有基本上 好的球星 全部都是艾力神大隊 但是突然一下又是 賣掉了球員 為什麼 因為沒有公司 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就令到 加上全球經濟畢竟 令到耳鴿 就開始下滑 都不算 都算了 你也是那幾對球 還有幾對 米蘭昌紅 是 祖雲達斯 正如說祖雲達斯 這對球 其實就不止他的 不過他就 被罰得最多 2006年 電話門事件 真的可以說是一個 引爆點 最傷的 當時就說 有些操控說 這場球要派哪個球證 下場 如果球證 如果不跟著他的劇本去吹 的話 就會輕則 被人搞得不得了 重則 找人去搞你 這全部都是錄音 為什麼說是電話門 就是因為電話錄音 全部都出來了 對 所以祖雲達斯 被罰降班 扣分加降班 都被瘋奪了 冠軍 甚至是 A.C. 美蘭 Laiso Valentina 都是要扣分的 然後 《球星》 就會看到 你的聯想 我還怎麼留在這裏 那 走 當打的走 來了的話 真的是老弱相殘 搞得整個聯賽是死氣沉沉的 所以為什麼其實是10年 不是 06年世界杯 是 因為電話門事件 令到上下一心 打到氣 本身技術都有 但不會 好技術全部都在巔峰 再加上上下一心 就得到冠軍 但那個已經是最後高峰 然後就滑落落來了 哦 所以那屆大賽 之後 一直要去到 EURO20 即21年的時候 又回到高峰 又回到高峰 但其實你看到 整個球团 意大利球团 已經去到 真的五六七雙了 對 長期好像都回復不到高峰 好了 現在回到這裏 為什麼近年都是這樣呢 近年就是因為 清分都斷了 你現在是跟不到歐洲 其他大陸 例如西班牙 甚至德國 那個清分的系統 法國的系統 你看法國的系統 嘩 如果要出幾隊都可以 就是 很多國家隊都會找一些 本土的年輕球員 可能二十出頭 就已經 揹飛了 不單是借出場 那麼簡單 但意大利就不是 意大利 要麼就很年輕 但是真的只有兩年 爆兩年出來 然後就很快又借回 要麼呢 就長期找不到 某些位置 又找不到人 所以意大利 為什麼長期 感覺上 就算上屆歐國盃 拿到冠軍 但是陣容 老實說 有些球員 如果你再看回 當年如果是高峰時 意大利 那些是不入流的 哎呀 例如前鋒 哈哈 所以我剛才聽你說的時候 我真的很好奇 等待我們看陣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的中鋒是誰 哈哈哈哈 因為我想不到另一個人 哈哈哈哈 我想不到 有的 不過 應該都不是他 剛才在說 有些球員 有些清訓 上不來 又不入流 以往 有些球隊 還要做 依賴一間半間球會 用他們來做骨幹 但意大利 好像真的不行 所謂的依賴 以前都說 做個特色 對 以前寶方 加上三大元老 那條防線 嘩 多好啊 夾棍夾宿 當他們都退下來之後 現在祖雲達斯 沒有一個意大利 加提 哈哈 還沒有正選 那些什麼敵斯基奧算 我以為忘記了 這個 還在踢什麼 歐洲國家 你覺得 還有誰可以找 沒有什麼可以 沒有 最慘的是 就算滾到下面 中游 那些什麼 安保理下游 拖連盧 很多拖連盧 就算什麼 沙素路 那些 那些 哇 你看到 其實 本土兵 都不是整條防線 都沒有幾多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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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因為 祖雲達斯 AC米蘭 防線 都大部分 外援 國際米蘭 算好一點 然後 有些 被AC米蘭不要的 就去拉數 拉數 又打得不好 又未必有正選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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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去拖連盧 找 早神哥 然後 羅馬 還有 屎摩領 都可以正選 英少搞不定 都可以到現在 善華丁尼 哈哈哈哈 嘩 嘩 真的很難 好像 人腳 所以我想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麼想 大佬 多難 事伯利提 近期的賽事 有沒有什麼端藝 所以有些是想想的 靠想想 或者真的看近期 或者 看他 overall 叫做比較出場 多一點點 那些 應該有機會是正選 了吧 OK 我先看看 外圍賽 外圍賽 他們同組了什麼呢 英格蘭 烏克蘭 北馬其頓 米他 竟然 意大利的親家 要去到北馬其頓 哈哈哈哈 真慘 開局是 一般的 第一場 就已經是 上屆歐國盃的翻版了 主場對英格蘭 就輸了1比2 是文斯尼泰 然後 還是文斯尼泰 第二場 這場就沒得輸了 作客馬爾太 贏2比0 終於 接著 到第三場 就開始 就是 史伯利提 光頭佬 光頭佬 的時間 已經 作客 就是 趁家 作客 北馬其頓 好像有點忌憑 北馬其頓 逼和1比1 哎呀 真的是趁家來的 看著我們 趁家 真慘 意大利的趁家 已經去到北馬其頓 這樣說 再說前一點 對北馬其頓 因為9月 其實之前 還是在文斯尼泰大隊 踢過歐國聯的決賽州 但問題是 他們對西班牙 就輸了1比2 貴軍戰隊 荷蘭 算是贏了3比2 相對好一點 但是歐國聯 大家都知道什麼 就是一個朋友 但是 似乎這件事 也不足以令到 意大利的球迷 覺得很滿意 文斯尼 之後 沒有多久 就辭職 就不做了 他聲稱 意大利和 意大利出眾不和 不受尊重 但是轉過頭 很快就叫沙特 看到沙特 看到沙特 但是文斯尼教沙特 也不覺得好 而且他教沙特 好像找一份工作 根本就是 十二碼都沒有離開 這是很不應該的行為 其實亞洲盃之前 有儀賽 沙特的主力 說不想 文斯尼真的有他們 根本無法控制 那些人 人們會覺得 為何要對這些 亞洲藥隊做什麼 但是文斯尼說 我想任武羅 我都要試鎮練兵 文斯尼完全無法 終於明白 為何可以出到巴臣 這些人 像臭仔一樣臭 文斯尼老實說 意大利當時 他搞得算是 叫做 像 一樣 也沒有懷仔 有幾十年的EUR 對 那些全部是 新的廳教廳說 機械衣服 去衝就衝 那些 巴里那些 去搶就搶 努卡迪利 跟我一起搶 那些 也是 也是 所以 寡觀而虛 就換了 斯巴里塔爾 衣甲冠軍教練 是啦 拿波里 打算把拿波里那套放下來 其實 這個 就是 頭炮 和了北馬 然後 回到主場 就贏了 烏克蘭 然後 再贏 馬爾塔爾 但是 真的 剛才所說的 那些 本身的 私家雞 即是巨慣那些 要是 尿藥 對馬爾塔爾 真的對回英格蘭 不夠打 作客輸一比三 你先進球 又如何 輕鬆地 進回三球 福哥也進球 吃不吃 有點過分 已經不動了 你給一個不動的人進球 福哥說 我沒有打算動 為何放在我的腳上 那我也不進 沒理由 對不對 然後 之後那兩場 幸好 就是 叫做馬 就是 大炒 北馬 五比二 報仇 最後一場 就真的 和了 烏克蘭 真的只需一分 就出線 就拿一分 任務達成 對 然後就叫做出線 聽說出線過程 雖然對手比較強 但是他也有點險 你想想 你這組 老實說 你的對手只是英格蘭 撐了烏克蘭 誰知道他自己真的 也算了 四勝兩和兩副 其實和烏克蘭是同分 只不過得色球差 交街 真的不 還有對賽成績 對賽成績 有點險 對賽成績 就是壓倒 所以 現在的意大利 是否一支強隊 我不會回答你 這個問題 你覺得呢 又很有趣 意大利球 香港的意大利球 不是很有趣 很極端的 真的很呆黑 很忠心 但你說現在的意大利 不是強隊 有些還是相信 一定是 發揮得不好 但是其實 意大利 是 那些人腳 真的 跟以前比 真的不同 湊夠一隊 可以出去 有足夠實力 跟別人有戰鬥力 去踢的話 都真的比較困難 哎呀 有些擔心 看看陣容吧 好啦 意大利 其實 近這兩場 友誼賽 對於 委內瑞拉 和 阿瓜多爾 史巴利提 曾經 變陣 真的想試陣 踢過 3-5-2-3中堅 但是 兩場球 踢起來 真是很一般 的效果 似乎不太適應 好有趣 到最後 都會變回4-3-3 其實史巴利提 很少打3中堅 根本就是4後位 踢來踢 都是4-3-3 雖然他是意大利佬 但他見到他都是4後位 從六個馬 到以前 國際米蘭 對 到拿波利 都是4後位 他沒有打3中堅 對 老實說 你把拿波利放下來 唉 真的 有沒有些人可以 陷入拿波利 當然 當然 山寨版 就會 沒有奧仙 老闆 比較厲害 老闆 老闆 意大利 一向都是出產老闆 由索夫 到 辛格 帕魯加 甚至 後備 馬基斯安尼 當然是異甲 最厲害的時候 托道也在後備 托道和寶方 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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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年青的寶方 我現在退休了 不再抽我 寶方 身邊曾經有過 什麼 什麼司力鼓 我退休 你還未退休 什麼 艾美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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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斯米蘭 所以他做了國家隊隊長 艾 Lance 艾大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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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拉龍馬 也叫做 艾浩門 但是老實說 你覺得他是不是很厲害 如果你說一個穩定的門將 其實多拿龍馬真的不算 你剛才說的傳奇的門將 上 中 下 路 三藩都穩定的嘛 又反應又快 最重要的是有指揮能力 多拿龍馬真是不好意思 一線美二線頭 其實多拿龍馬老實說 他是夠高的 因為真的小時候高 十六歲已經有一個成年人的身形 加上為何他那麼快上位 因為意大利急於造星 意大利球坦 因為難得有一個這麼好看的人 當時不排除他十六歲的把關技術 可能超出於童年 同年的人 同年齡的人 所以大家會覺得他是一個可造之材名的滋聲 而當時意大利球坦正正正正在沉默 又好像正在沉默的時間 急於有一顆星出現 去做它的 令它更加覺得未來十幾年應該是你了 所以那時A.C.米蘭突然找到多拿龍馬長場正選 十幾歲仔 突然之間 哪怕你弄什麼都好 不要緊我前面那些學防人盡量保護你 那時A.C.米蘭的籠子 我真的不記得叫什麼 但那個籠子是在皇馬取代了卡斯拉斯正選 迪亞高 就是忘記了後面那個艾維斯還是什麼 迪亞高羅比斯 其實打得OK的 因為急於造星 親生仔 不過當年龍馬也是上屆的 我沒記錯應該是最佳球員 上屆他是打得好的 而且我給他的歷史 雖然因為前面有Bonnucci和Gianni Feed的Bonnucci Gianni也Feed 對啦 兩個兩腦 對啦 當年龍馬這樣沒有辦法 你現在都應該是體育款 意大利足球 雖然他近年的進步真的不大 甚至沒有 但是沒有人了 因為已經給他太多機會了 其實不是沒有人 而是你肯不肯給機會 應該都不會的 應該都不會的 就是當年龍馬的 就算後面有什麼 美利特 威卡利奧 維卡利奧 這個是可惜的 對呀 特別是維卡利奧在以前已經證明了自己 但是沒有辦法 你不是叫當年龍馬 所以當年龍馬 就是當年龍馬 後方 四個 都不會跟你玩三中堅 力羅倫蘇 拿坡里的隊長 是他的 右閘應該是他的 Copy & Paste 拿坡里 右閘當然要找回力羅倫蘇 對呀 難道找達米安嗎 攻守也不錯的 左閘 雖然說有污道志 但是似乎國家隊 暫時還是新兵 比較新一些 還有他那套球 都是比較 攻上去多 而且始終他那套 經常收入中間 在熱刺那套 在國家隊似乎 不太適合 所以應該似乎 斯巴利奧 暫時看的款式 是喜歡用的迪馬糕多些 下半季 入球都很厲害 迪馬糕 是助攻力非常強 而且迪馬糕很久 他收入來打到中堅 所以這個可掃性高 所以迪馬糕就左閘 中堅就煩了 真的不知道誰打誰 用過很多不同組合 其實最穩陣的 最多的出場 是艾沙比 那個老將 可惜 上個月又說 他衰端什麼 騎士 被人逐出隊 艾沙比又說 無辜冤枉 左膠當道 即是那些說拜拜 都說你納稅 那些 我不知道他講哪一番的歧視 所以分分鐘都不知道 他有沒有入選 成問題 當他沒有才知道 左膠多兇 所以 看這款 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選這個 亞特蘭特的斯卡雲尼 這招中堅都不知道可不可以 是 但是 沒辦法 你現在這招中堅 很多都是踢三中堅為主 是咯 早神哥 本來我打算找到 早神哥 是踢三中堅的 各個都是 是 斯卡雲尼 斯卡雲尼 還有 斯文仙尼 斯文仙尼 斯文仙尼可以踢三中堅 因為現在 本來都是踢三中堅 但是爹尼走了之後 迪羅斯 再招四二三一 他叫正宗的雙中堅 其中一個 你講開 爹尼那些是可憐的 他在那時候 都被人傷了 沒有人用 要收青年軍上來 到羅馬炒了 迪羅斯上任 你傷了什麼犯法 出來了 走運醫生 迪羅斯還不是羅馬蘇比 就是當年蘇比 又是撿爹尼 我感覺很像 又是之前教得一或粗 那樣的 突然來到 一輪很好 走勢 贏了打比 半季很厲害 他上任後 那次炒白禮頓 五比零 還是四比零 哇 真是怎麼猜到 羅馬很進攻 就是福哥 馬山 連家特的說 我們要踢進攻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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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條防線 應該是這樣的 巴斯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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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早晨哥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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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全都是三中堅 然後那些所謂的閘 烏道治 比蘭老華 然後就是 安蘇華金派亞素 全部是逆位 是啊 金派亞素 是被 組人大師 左右攝的 就算你說 有些所謂的邊緣 比如卡納比亞 就比較好 正中右閘 接著就是 那些 甚至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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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所以 這次受過中堅 難搞 好啦 中場 其實都是 三中場 多後一定一定 左仔 你始終要有控制節奏 你想想 意大利的中場 很多是 攻兵型 效率很高 但全部不懂得修 左真路控制節奏和保持控球權 是很重要的 因為史伯烈堤的防中也很重要 也要懂得派球的 本來左真路的中場另一個可以人算好的 叫東拿利 可惜了 真是可惜了 現在也不知道是否要加監加幾時 現在正在談 加監定 同期執行 還在談 沒辦法 倒印這件事 左仔前面當然要有些跑狗 爛打的幫助保護他 巴里拿 不用說了 一定是 巴里拿 巴里拿 上額歐那杯踢了他 這個證明效率很高 其實巴里拿 我覺得應該可以踢到 應該是很適合中場走動的球 對 這個可以踢到 另一邊 法迪斯 我看似乎 史伯烈堤也很喜歡用這個 因為有後上入球能力 我覺得如果用他的話 薩斯索羅轉的國米 對 去到國際米蘭 還有 上屆打起的盧卡迪利 去到祖雲達斯其實是一般的 近年都一般的 其他的 巴拿雲道拿 基斯坦迪 有都是後備的 巴拿雲道拿有機會後備 因為他後備出來十分八分鐘 他可以踢到一些球 有的 但正選就問了 因為剛剛那一段 我沒記錯是有巴拿雲道拿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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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伊朗索羅派交 對 伊朗索羅派交 最後就是華拉提 卡達爾應該答不出 最期待的前鋒線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應該有其他人 你以為我很想選這個 我看似乎 史伯烈堤也會用他 你不要不覺得 因為原來不發覺 不說也不覺得 所以我才被迫選擇 維拉基 新尼奧龍 好像是近期好一點的 豐民去國家隊的表現 比在球會好 最慘是你右邊 就算貝拿迪那些 史伯烈堤也似乎不是很喜歡用他 不過他寧願留在薩斯斯多羅丹天堡 普列坦奴 普列坦奴 就算是薩巴尼特以前 在拿坡也不是正選 就算國家隊出來 通常都是後備出來多 反而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有兩個有機會可以 真的不是新尼奧龍 而是他們 但是不知道他敢不敢搏 一個叫做什麼 沙簡尼 這個左右都可以 薩卡尼 這個筷奴 都挺扭得的 另外一個心目中有人說 我先聽他們說是誰 奧蘇聯尼 沒錯 這麼貴在波羅尼亞 我覺得這個行不行 問題是薩卡尼 提肯不肯搏 敢不肯給他機會 他起碼入投能力好過 你什麼新尼奧龍 我喜歡奧蘇聯尼多 直佔很多 又可以大位射 又可以出球 又可以 平衡力 那麼貴的 最慘的問題就是 看回十多年來 其實新尼奧龍也出不少 死光頭佬 真是 算了吧 他一向都是 教球是那麼多的 你以為上季 教拿玻璃那麼好嗎 FIT 班又FIT 最重要的是 對手不FIT 右翼 先放著新尼奧龍 好了 左邊 不用說了 只要他健康沒事 一定是他 G23 沒辦法了 還有拼勁衝動 現在已經是二代之寶 一定是他 入球能力 真是比起以前的 G23是後備料來的 波牛 他爸爸更聰明 以前看那個時候 九八世紀 有個什麼魔理路 長毛 或者什麼 類似 靈魯社會 那些什麼 昆達 就不會正選 但是是後備出來的 那些 多撞得 多肯走 那些 如果找他的正選 通常對於對手 又不是特別強的 那些 但沒辦法了 屬中部大傷 兩翼一定去一定霸 正戰頭那邊 雖然說拉斯帕到利 不差 但是似乎 他 一來在拿玻璃 一天有奧仙 他那個 又沒有什麼正選 位 好了 很多人就說 音樂給你 我進去 入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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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戰還是幹山 入拜仁 他拼一些十二碼都可以 門口九 主場入 門口九 今集在德國艇 意大利拼的可能正選 沒有辦法了 烈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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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只有 在意大利找一些血統兵 烈迪古 你會覺得 你任不出意大利國一隊嗎 試試過來 又可以給你聽 叫做巴拉幕後備 做巴迪古後備 現在不明白了 意大利要去到阿甲運 真是慘 烈迪古 烈迪古代表國一隊第一次 那時候 還不是何傻米小寶加 紐維爾救生 不是啊 那隊好像不知叫什麼 他那隊 我馬上看看 烈迪古 好像不是傳統勁女 我記得那時候 是提格雷 是阿甲 是阿甲的 但不是傳統勁女 但他入球都很高 好 這個OK 你說看的OK 這個有些射術的 我記得是今季的 二甲入過球 倒掛 教材式的 教材式的 他馬上拿一隻左腳 指一指球 先用右腳倒掛 有些射術的 不錯啊 還有燒得 活力肯定好過一個音樂給你 你音樂給你算了吧 所以你很幸運 文仙妮又找到這個好東西 想不到他找入籍兵 是啊 因為你沒有前鋒用 音樂給你就算吧 史卡馬卡 就算回到阿特蘭 也不是說好 是啊 都不是好 就是 你難道用堅因嗎 蛤 我想問他 中文達斯後避 中文達斯 後避 沒有啦 一個 努卡古 過努卡古的人 沒有啦 努卡古2.0 哈哈哈 這個堅因 是 後避 後避 前鋒就沒有人 所以沒有人 所以前鋒就沒有人 哦 堅因有看過他 那時候史巴利亞 好像有一場 找他打過役 哇 那些球粗到什麼 對啊 正選得 這些 意大利最慘的是什麼 後防勉強有人 中場都有 但前面真的不夠人 特別是射手位 竟然是 前線人才凋零 以往就一定有些神風出來 現在都沒有 啊 慘了 所以你說今屆賽事 第一場對亞爾巴尼亞 他算是這樣的抽到亞爾巴尼亞 第一場的話 如果順利打開勝利之門 就好踢一點 是 因為如果你先拿三分 第二場對西班牙 若然你可以拿到一分 基本上就出線了 嗯嗯 如果不是對西班牙輸了的話 如果第三場和哈羅地亞鬥困的話 不管 真的沒有把握 那就是意大利看來 今次的小組賽都 我覺得這一組的話 我會覺得西班牙和哈羅地亞 出線機會高過意大利 起碼 意大利可能很喜歡欠第三名 有點滑鐵路 真的 你看看陣容 你沒有什麼把握 就是外面冠軍 如果這樣出線 這麼艱難 都走得不遠 我猜你 真的不遠 十六強 看完先運 最慘是因為現在意大利 似乎攻不到 手又不是和穩 是的 意大利 斯巴列塔 其實也有一些 固有的 philosophy 就是 後面要結構好穩 以及前面的組織 簡單一點 所以喜歡兩翼出波 如果是吉艾莎 新尼奧魯 那些 他們都 不太差人配合 都是自己搬 自己困一下 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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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些新尼奧魯 都可能 有些 未必太負面 都可以有些機會 所以第一場 就是魏班尼亞 好看個人 進攻球員的個人發揮 狀態 譬如吉艾莎 你被人看死了 又或者是 烈迪古 如果在前面 只等位 位不到 就打小過 那些就很難搞 本身有新尼奧魯 已經打小過 你真是 我包都覺得是 你看看 你既然 Patrick 你說 他國家隊 打得阿斯特有出場機會 那就 出場多出場機會 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留意一下 我也要看看維拉 維拉沒有機會看到的 沒有機會看到的 維拉打勾協聯 沒什麼出場 真是意大利 神尼奧魯 金銅 現在真是 所謂禁銅 這組 死亡之組 搞定 四隊 兩組 真的 我聽你說意大利 都 挺稀虛 聽意大利 這樣 有點灰灰 我也有點擔心 因為意大利 真的很多粉絲 雖然新一代少些 但是很多粉絲 現在 尤其是全世界盃 聯賽流落 巴治奧流落 迪比阿努 也很多 托迪 你想想剛剛 過年 我不是在香港 但我回看 托迪和迪比阿努 來香港 多受歡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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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明星隊 有幾件 是意大利的 馬達拉斯 是呀 斯丹 昨天不喜歡 是 是呀 一代球星 所以 有點擔心 到時要看看意大利的表現 是呀 好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記住 A組不是只有你兩隊 還有另外兩隊 那一集去了哪裏呢 就在大神那裏 在大神那裏 沒錯 所以記得兩邊 都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share subscribe和share 很重要 記住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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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組四隊已經齊齊了 接下來是C組 所以 敬請期待 like share subscribe 對啦 好啦 記住就follow myig 下面 還有你也有ig的 我也有 你也有ig的 你有什麼事去我ig 就找到他們 是呀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